設計 所以這個設計裡面的當然就快速 我們先第一個 表單名稱要home 第二個的話呢他的那個 左上角叫快速分類 第三個就是他的底色是 淺黃色 假設三個喔三個動作分別在哪邊設計 一請各位注意一下 一表單 這個name把它改成home Enter一下 第二的話右上角 左上角這邊 把它改成快速分類 所以你這邊輸入什麼 再記得在那個 Caption屬性上面 輸入叫快速分類 快速分類 OK Enter一下 有沒有 左上角 再來底下的顏色叫back color 把它改成什麼呢 調色盤 淺黃色 OK 第一個應該沒問題吧 由外而內 那裡面的話再來怎麼樣呢 點它一下 先放一個所謂的 標籤 拉一下 那這個標籤裡面的話我需要做什麼呢 請選舉分類項目 所以 請你在 Caption 裡面呢 Caption直上上面的字 什麼呢 請輸入分類 請 選擇 分類 項目 冒號 Enter 好 第一個 字太小 怎麼辦呢 請你往下拉 往下的話會有什麼 Fone 點它前面有個小按鈕 然後呢把它的字的大小大概改18或24吧 改大一點18好了 啊字的顏色呢 因為它現在黑色 如果我希望把它改成 那個紅色的話呢 它就是Fore Color 所以在 Fone的下方會有個Fore Color 請你點選它的那個紅色 有沒有紅色OK的 再來的話呢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所以我剛剛改了幾個 Caption 跟那個 這個 1 2是Fone 前面有個小按鈕 3是Fore Color 應該沒問題吧 反正這個 屬性慢慢要熟悉 接下來的話一個下拉清單 拉一下 在這裡喔 OK有沒有下拉清單 最後加一個 Commend Button 然後在底下也許 等一下再拉一個那個吧 標籤這個最後再做 我們先做到這裡 然後我們直接把它執行 下拉 它現在沒有 所以我這個 這個再改一下 這個叫什麼 確定好了 所以確定怎麼改呢 上面的Caption 改成那個什麼呢 叫做確定 Enter 姿態小怎麼辦呢 沒關係 再把它拉一下 姿態小一樣喔 Fone 把它改一下 改成18 太大 16 顏色如果要改成紅色 Fore Color 點一下 改成紅色 好這樣子 先大功告成 不過現在呢 它 執行 裡面沒有東西 所以等一下我們再來撰寫程式喔 怎麼樣讓它 可以 第一個被啟動了 不過被啟動的話你可以 在 模組裡面 插入一個程序 插入一個程序 叫啟動表單前面好像有講過喔 啟動 表單 然後呢這邊打一個home 點秀 點秀 有嗎應該有印象喔 home點秀 這樣的話呢 它就怎麼樣 當我 啟動表單 所以我可以在這邊增加一個按鈕 就是 把這邊 直接貼上好了 這邊 按右鍵喔 指定聚集 啟動表單 把這個名稱喔 這個做按鈕我想跟前面都一樣 所以我做快一點喔 按下啟動表單 它就叫出來了 這個應該OK吧 那再來的話就是 分別把程式撰寫上去 哪些程式呢 當表單啟動的時候 把這些 項目加進來 讓它可以選擇 如果它選了業務的話 比如業務產業別產品 科目名稱 都在這個清單裡 選了業務 自動呢 去呼叫 筛選 批示篩選業務 OK 依此類推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